山藩市 市府門口過白色聖誕 草地上踏起溜冰場 第一次穿溜冰鞋 跌倒慢慢爬起來 跌倒立刻站起來 今天中午12時 在市府門口的冬季公園 正式對公眾開放 很多小朋友在大人帶領下體驗 市民車都來到這裡 這是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冰上的ice skating表演 很帥 很漂亮 超級美的 今天開幕 除了一眾市府官員參與 還有花樣滑冰表演 負責建造這個冬季公園的 Willy Bittay Productions 也負責運營三藩市聯合廣場上的溜冰場 總經理Robert Keith向我們介紹 市府冬季公園設計上有什麼特別 他希望通過一些溜冰場 可以吸引更多小朋友對溜冰產生興趣 之所以叫冬季公園 是計劃明年再加建一個冰上碰碰車場 成為一個綜合性樂園 如果市民有興趣 從今天到1月6日 每天中午12點到晚時10點 溜冰場都會對公眾開放 雖然今天中午是免費體驗 不過之後市民就要在網上 或溜冰場門口購買門票 天下威士記者 蘭妮娜報導 小崔大便 達至極端特 Deadpool 小崔小グю 大也 小崔小崔 小崔天下